接下来德国柏林即将举办跳水世界杯 一时间也是吸引不少人围观和乐意了 全红产等人们选手也是没有所谓的假 其正在紧融密鼓的训练者 网友都点赞他们是最勤劳的人 这一次全红产在 世界杯跳水赛上的目标就是全满贯了 不过目前全红产的教练陈洛林 也是表示担忧 因为训练时间还不到一个月了 全红产除了要战胜自己 我没展现自己的弱势 就可能拿到大满贯的可能了 不过目前全红产的最大对手并不是别人 而是陈于希 陈克林一直在训练全无产的弱势 207C这个动作 希望他能够在这个项目上 尽快突破自己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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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